hello 大家 我是gevin 劍素有百兵之君美称 在布袋系世界中的份量更是舉足輕重 而 EP 1 我們已經介紹 以真入境 無見意見的高手 這次 EP 2 我們就簡介留言中 我們也很有感的幾位角色 來分享他們的故事 以及他們的信入歷程 說出他們如何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劍神 接下來進入政變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推出與布袋系相關的影片 如果你想繼續支持我們的製作的話 現在可以加入會員 一起成為牛頭大軍 加入後 你可以與其他牛頭前輩們 一起決定未來影片走向 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以及會員私密的Podcast 蓋文瞎聊 現在歡迎各位道友 加入牛頭大軍的行列唷 冰甲龍橫十級 十隻冰甲五金紛爭 四級劍 四國 極境等多方勢力 微軟苦境中原 在諸多勢力齊聚薄青冠石 一句劍之初 打破一切局面 劍之初的名號 於此出現在武林之中 但在遙遠以前 劍之初名號 微乘四級界 無人可敵 更一度是磁光之塔 翻倒殺入碎島的秘密武器 然而第十一屆四級舞評會上 原代表磁光之塔的劍之初 欲出戰雅迪王 卻在事前知曉雅迪王 是其身負而契戰 不久之後 劍之初親朋好友 全數被人誅殺 為了氣凶 也為了某次天簿旁邂适後的女子 拿著一張畫像 從此消失匿跡 在進入苦境後 劍之初曾在東二天玄設下劍陣 以武山為姬的劍陣 柔和天地氣息 能感應闖政者能為 欲強則強 目的則要闖政者 能夠收放劍境 舉重若輕是世人所追求 卻不知真正武學妙理 是舉輕若重 一草懸空 能有冠軍之勢 收放刺爐便是此正關鍵 要是舉重追求 就不有可人 南輝雄之人 無故 這個電視外 每過一場 以這個記憶傳官家說 四定規武學 競到進化 競到南界 電視本身 競到前腿的面 越來越冷 他現在要傳車關 可是比南方北京東年更難 射陣之後 劍之初入獄慕隆情 成為生死之己 於此隱匿武林 卻在久遠後的武林 一場牽引武林未來版圖的海天絕 開戰之客 佛裕之主 宙世主 死國之神天者 即進軍都 夜市兵權 於天地和外圍現身 將坐收餘力之時 遠處的山峰 明昊以然響徹武林的劍之初 不然俗成的劍客 受蘇寒真之託 為武林正義踏成染世 一個眼神足以振折群雄 天海天保下一條深入 戰中僵持的力量 卻見劍之初 目光移向夜市兵權 此戰 讓劍之初借力實力的情況下 巧妙化解危機 後來也使宙世主 不得不同意 簽下和平條約 雖然在後來宙世主 也立即拆毀協議 進兵中原 但在蘇寒真 慕隆情的謀劃 各方勢力共擊下 堅持出黃沙洋萬里 一敗佛玉三強 對手 就一人 一人 替兜飛鴻 深海天保 盡點總數方法 萬兴下無 不騎不騎 交不強迫 百必丟動 世博雄王 公替晉慧 演技將起初 無力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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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起貴手 利用修身修徒 牽著 5 10 秋 2 2 2 3 3 4 5 并将之开导 领悟兵甲五金奥妙 达到六五合一 融会贯通之境 在境界之争白热化时 建之初出面对上夜市兵权 不是高手的对决 就在肉身相搏之时 军都不断消耗对方真人之效 使建之初陷入苦战 正当僵持之际 一名来自杀戮穗岛的密室 遇此心打破僵局 难道这名女子的出现 天同喜多年前建之初 曾在四级界的一丝邂逅 而又以此心为当年 雅迪王师生子一世 接近建之初 连名不是高手意外奸起的缘 在魔王子一旁的缴获下 建之初难藏心意如火蔓延 一句 这多年的相思如愿以偿 更是过往创伤难以掩盖的悲伤 但玉慈心却因实现僵制 选择离开建之初身边 随着雅迪王私生之一世 情势越演越烈 杀戮碎岛的救赎吉武王 挑上曾经磁光之塔的惊叹 建之初 出战前建之初以仇慰秧之药 抑制伤势 强势对上吉武王 然而各方算计 忠实演具真实面貌的吉武王 遭来自磁光之塔的无情箭矢 揭穿吉武王身为女子的真相 在迷幻敌人面前的 更是先前与建之初交心的遇死心 然而不及防伴的追杀 皆宠而来 再加上压制伤势之密钥的副作用 建之初被辉煌惑势 以无救建招暗算 半生不得动弹 此段时间 建之初虽身受创伤 人就为武林牵制魔王子 指点校略标耗仓玄绝的破绽 让校略标以六五合一 突破其境军都侵略野望 最终在智友慕容琴 与天眼魔城交易 取得当初一语四命 拿下的墨剑之言 才攻体全域 与慕容琴联手斩杀魔王子与赤金 却也因慕容琴违反交易 建之初亲眼目送一生智友的事事 然而先前杀戮碎岛之变 导致遇慈心性格大改 甚至利用建之初达成个人野心 然而一心想劝悔的人 与一意孤行的人 上苍却给予如同玩笑般的遭遇 玉慕心怀上建之初的骨肉 却因身陷仇恨漩涡 将建之初越推越远 终在各方势力算计下 玉慕心战王战云孟泽 结果消息被拖延的建之初 只见遇血奋战的爱人与儿子 虽然仇恨淫心恨生心魔 最终人事回归频繁 教育不凡天命的魔子 迎接回家的圣子 与武林有需要之时 共同抗和魔佛逆海从凡 建之初身为不平凡的剑客 却因世俗种种甘愿平凡 无可超越的一剑 早在当年四级界的年少金黄 便已不复存在 在观众眼里 建之初是那最平凡 仍旧等待双子团圆的平凡父亲 横画多档的七大神秘 在霹雳赞魔车时期 带出竞选引额不宣之秘 天物之责 以及对应天物之责 命中对立的宿命 冰龙之源 一封冷俊命消疏 初代天物之责 为天物之责 生老并死之老 建出异象五铁 一剑一招一领域 建帝神庙六配 一剑一招一豪颠 传说之初 神域杀神 魔党斩魔 残杀古灵族 魔剑 又向世人证明 人握上剑 人也会被剑所溢使 变成沙法的机器 无可例外 却在踏入练魔域后 一封冷俊消逆行踪 终在冥界之争再开 命宵术为天物宿命 与一妹女艳师再入武林 然而迎接她的正式 死之天物 魔师奥神舟 生悲不再是 凌寻地狱谷的魔俏爵士 揭幕当年天物见真 随着老病死的心声 建说狭域 接续奥神舟之死 展开当代 对初代的极端见诀 然而不容取代的天物骄傲 让命宵术在初期 不曾败胜 力错魔界群雄 抱圈花雕明镜 而对应天物而生的 初代冰龙之缘 在层层的算计与安排下 这架多时的能见怪物 圆八荒终于出世 而自明号 早在2009年霹雳天启时期 已对应南九州明号的 圆八荒献松 随天剑之针 听说是莫玄灯 智友的圆八荒 一味求见到离去 其间流明江湖 与若神红尘雪之父 天剑老人所创办的 附件流伤 一同流明润剑 更在长日昆虎挑战名册中 出现其名号 直至姓名现实生活的13年后 2002年 能见怪物 在赞摩测终于登场 然而他展现的气场 完全碾压曾其名的九州一剑职 一个烦恼环童先天人 跟大叔的差距 灵魂意外附身在 秦贾先生上 牵引这段时期 圆八荒销声匿迹的真相线索 随着魔幽之针开启 曾经对立的剑者 以天赋冰龙宿命 再起争端 女艳师与寄望幽的斗法 成就两人对决再起 意识境内 过去惊息交错 追寻宿敌 称呼对方狂者的狂者 光确一切 称呼对方剑者的剑者 追寻剑的起源 追寻剑的尽头 似乎从此刻 剑与剑的差异 就悄然而现 pounding 离师与一刀 Anytime 目剑的尽头 意识淮 解巨 战 择 吸 离师与二刀 folding професс 进 索 工俱 之 攻 小 开 又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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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然而尚在红尘的箭 堅持着天物宿命 堅持着箭 仅是不详杀人器的宿命 却也害怕着 害怕老吃一次的宿命 无论与箭说狭语 与刀剑双魔 甚至女艳师 命销出的自我都不可挑战 对箭的狭隘或许偏执 但箭者踏足定峰 信念又怎能半分偏移 一望红尘的箭 忘了一切 忘了曾经约定 或有心动的赫楼重遇 忘了曾经相识 或有深仇的原妙归存 但在拔出席年配箭求疯后 得以分离的灵魂 得以逐渐一起过去 至少他记起了 曾以箭香蕉之地 填补水焉 渴望再生宿敌的人 渴望一起宿敌的人 集足而开意识镜 镜内双剑不与并 拍骨回开意识镜 镜内宿命不与并 境外惺惺相喜 镜内出水逼命 在政府减少 红尾团团团 究竟一暗形 目中路 有两个排骨回忆 万英独自 凌智一回 消灭 将其的决斗 却告终 与未成熟的冰龙之眼 定下的战约 招式将其最终之战 一起一切的能见怪物 完成与赫楼重语的剑约 驻剑已赠 做出从未出口的话语 赠出尚移凡尘的眷恋 当了然一切 踏上满布芒草的茫茫前路 由死至生 由生至老 过去未尽的剑 中断在求天牢 与生死线的分割 终于不在意识中 而是现实中宿命告终 将大阁到中心 一 一条一刀 一刀 一刀 将繁华到清理 一刀 一刀 在封最终的时候 好 好 好 一刀 有 一刀 没有 一刀 努力 一个 二刀 二刀 竟然 全面 违禁 违禁 仰物不斷究竟 受到救恩 在来起行集中 命消输就替主定妙精 人 物尽天责 剑 冰龙之气 集中上 奏起战阁 随受到限制的天物之责 原包方不愿使用冰龙之源 是对命消输的最大敬意 对剑之进出的领悟 不再反握的剑手 如今一封冷句 拜 两只整条恐怖 一步 一只所在不说 不愿 最深处一步 最后面的一步 就在精穹一步 回向 三明 风中 幸福 防控干人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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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的危机已入境 无数冰队 是一个国际的队窝 是一个国际的队窝 这个无人 有发正如指 从你一所救 共同 共同六地无人 你救助于无人 中正 冷靜漫漫 如果中正流浪 也冷靜漫漫 一生生生 一生生力氣 如今風雨 要下一半 更好幾人 總不得坐一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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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坐一站起 不得坐一站起 福利大戰 殺截籃鹿 重擊雙子 藍殺元八荒 激素靈魂的冰龍之眼被奪 生機即將散盡 激奔的腳步如同當時 卻無法向死神多為消逝的生命 仇風見名得傳 既無掛礙 元八荒見得超脫 元八荒見得冰箭 元八荒得無所不在 還要不住 一關天地 妖靈 無所不在 好 乾淨的心性僑弄 仰一不休 又到不見 一天下入心 頭腺 無牌跨退 随着魔幽之战进入高潮 天晋山内 未探天泽之秘 冰霄书再善见说狭遇 人确信见是不详杀人之气 却不愿沉沦不得自我之境 天雾之泽 冰龙之源 宿命中章 面对天使地中 主宰天雾之泽的真相 命宵书遭天使地中夺赦 不受限制的不祥之气 如今再无枷锁 代表深之狭遇 陨落化秀吉 关键之客 冰龙之源齐聚天晋山 曾经对立的两者 如今秀吉回归 血刃盘旋 青野神舟傲残虹 栽起天雾开冰龙 本该冰解的能见怪物再度出现 人有道具吗 这就是你 应该见输水古术 不准 有断转天雾修 有断转天雾 准备专博消费 以生意天雾修达兵容机关 在以天使地中欲救机关 不定其林量力突出行当 嗯 不足留下两代气魂 也想留下放开 这就是我最非盼梦一脚 无一生生情 秦宅一脚 行一生理直输生 由你自生 从我幻生生素既怒之 一生教官 那代表 快 这间林性会关 怒之通行 无灵以性 原妙规存的布局 终至尾声 由奈额外 不再限制的老知天雾 一生德化一剑 入到剑仙的能剑怪仙 五方共化一剑 本不并语的宿敌 如今并肩 终结宿命 开启凡俗之上 猎仙剑上星土 就是现在 好 万八方机并解 入刀减身一副 冰冠武器 花组的贪 一副 十减 十斗 十减 十兵勇 无勇 无精 无悲 与无疾 首席终正 首描终定 摆拨减减 顿袭 冰霄书语言八荒 两人在战魔 局中奏响的剑仪长调 无疑是这档成功的一大部分 起源的追寻 是一个有终点的旅程 尤其命霄书代表老之天物 老是不可逆转的前进 因为害怕 所以命霄书才更执着起源 而元八荒追寻的剑之近处 则是没有终点的旅途 只有前进 就不会停歇的剑道 也让元八荒成为继剑圣 欲清爵之后 劈力第三个 达至兵解境界的人 最终两人得以超脱天地 也是这场剑上速度最好的解答了 我连来罗 永生 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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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本总司 择了责任 隐居中原化名肖无名 剑是杀人器 不愿再造杀业的剑 却被肖无名 酝仰得更加纯粹 来到中原的肖无名 收下剑无极 以及翘如来 雪山营燕为徒 更幕后 迟到翘如来 创立天地双部 对抗西剑流 隐居的剑者 却等来了同样 登峰造极的剑者 同样没有过往 或者不愿提及过往的两个人 两柄剑 展开无声的较量 深谷风下 深谷风底 同样绝带 同样更为趋近 仅可一人的巅峰 展露剑意昂然 宫本总司与刃飘渺 这是两人的虔诚 代表两人的剑行 因此总以这个名字称呼 而非肖无名与神谷温皇 会让剑无极 吸得更适合他的飘渺绝剑 宫本总司不惜与刃飘渺 立下生死之约 其中获有为剑者的拗骨 但更多的是 轻如父子的师徒情生 深谷风下 与雪山营燕的重逢 象征剑上启绝 神魔一念 魔星开杀 神意止杀 这是宫本总司的一生玄命 若无魔星 剑星何来含力 若无神意 剑以何来守护 营燕提枪不识剑 但神魔一念 何分手中兵刃几何 这是宫本总司的有教无类 他是剑上宗师 宗师之名何止剑道 更是师道 逆刃刀 剑开逆刃 止杀之气 这是神魔随心修为 更是以杀为名的护身境界 无极剑法剑出无极 第二式的一剑无尽 虚误出灵鼠之气 方可完整使用 微小无情方可彻悟的境界 是如同宫本首图 升天精一所言的绝情吗 不 是立骗断情无情 更可珍视的重情 是给断情护情的决绝 如同随心所欲的神魔之心 杀与不杀 恰似情的断与不断 看似矛盾 却在宫本总司身上 剑上 得见圆龙心境修为 而融会这一切的心境 升天精一还没学会 水山营业还没学会 剑无极也还没学会 但翘如来学会了 但他没有学到神魔营业 没有学到无极剑法 如同阴川水验证的 那份心境修为 是翘如来误的最多 翘如来的佛诸直护 除了家学渊源外 宫本总司的教导 也是功不可没 对于这个徒弟 宫本总司 除了给予他 对抗西剑流的责任 也替他承担 释放西剑流的责任 重担能促使徒而成长 但过多的责任 为师者也为其一肩扛下 但心境即便超脱 身在红尘的人 又怎能逃脱红尘 逼杀而来的月牙类 是宫本总司 最不愿想起的前程 最多情的月牙一族 最强的杀招空无之境 却须最无情方能开启 绝情方能最多情 最多情方能绝情 这是宫本与西剑流 与月牙类的悲哀 所以多情的人 总会为无法割舍的情 而做下决定 我始终不管面临 今天这种的狗面 如果这是无情 那我生死 现在 我将以明明 你今天如说的观音 真是苦求 我因为渡情 所以无法割舍 又也因为渡情 只能核心做情 我哪一时间 如你 如我 渡情的人总是最做情 如今世面一切 到底是为情 这些为情 空无之境 如是 渡情将是哪里结构 梦情其枪 转天其诸 呼尽转力一击 毫无反够 宇人飘渺的最后一战 不悔风 无双战无几 种异于神天精一 见无极的东营剑道 粘制作剑 纵心随遇 剑招名曰无极 剑威浩瀚无影 便与不便 是便智无限 与便智归一的极端对立 轮回不过循环 无尽却无彼岸 天葬首线天下眼前 温室立即败于天下眼前 败北一顺 正乌涅槃 板超至胜已克 公门总司回顾此生 舍了轻 舍了义 舍了情 舍了责任 公门总司肖无名 此生获曾优惠 但这一剑 这选择传承的一剑 无悔 心魔回目 一项 封贝赛 楼 不愧 不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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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疾无悔 于剑之一道 即便到后期的鬼途骑行路 公本总司已久是任飘渺 难以忘怀的宿敌 宗师之剑 公本总司当之无愧 接下来介绍的剑者 如同公本总司 是个如师如父的好师尊 魔流剑 风之狠 与剑比一周年并列的绝代高人 过去以魔流剑 与奥生州 独孤遗恨 同列魔界三大剑者 而后更为精进 创出不同狂烈凶残的魔流剑 以冷俊快翼为主的风之狠 漫天颜色风一生 哺乎 落国 人的寒宋最红灵 小谷 情狠 有金水管 南梦亦秋连 故欧雲人 由红之魂 初登场的风之狠 羽翼秋年 凤行山上见诗同客 可以说逼格高到不行 而易云与傲笑红尘 在分别袭得风之恒与一秋年剑法后 甚至能一战七星狂荣 这里我们先暂时忘记一下 四到四剑屠龙战役 就能见到在那个时候 风之恒刚出场的年代 这个冷静快意的剑者 到底有多被力捧的帅 如同不带戏野界 象征慈悲的和尚往往最暴力 知晓天命的道者最爱逆天改命 而外表冷酷的风之恒 也反差的重情重义 风之恒对待两名徒弟 也是主张因材失教 对冷静沉稳的抱恩好孩子白衣 传授风之恒剑法 以期望和信赖 让白衣自行成长 而面对狂放傲娇的 报仇熊孩子黑衣 传授魔流剑剑法 以包容和关怀 引导着黑衣的成长 风之恒前期的戏录 除了与易云年的比试外 最大的重点 就是对两名徒弟的教导 然而随着双少父亲 也是风之恒自有的诛天声王 并肩剑尖的两名高人 终也步入不得回首的滚滚红尘 寒江叛 独孤遗恨亲口承认 是杀死朱天的凶手 风魔之剑从天而降 魔界剑锋置顶正式交锋 蓝交手途中 风之恒感受到 独孤遗恨的咖位很明显 还不够杀掉朱天 所以绝伦剑法 让独孤遗恨炸死 然而智友易秋年 却为了替自己 调查朱天死因 而被幕后阴谋家 侧魔略暗算而亡 以身承受 自有周身断刃的魔流之风 化为焚尽阴谋的怒焰之风 风之人根据 家访黑衣同学的态度 得知朱天死于家庭纠纷 风之人在与侧魔略周旋的过程中 依旧不忘鼓励 教导两名徒弟 终在不云癌 自有幕前 层层逼杀 不再压抑的怒焰之风 一袭白衣 怎能体现内心狂怒 那就以血染出的一袭红衣 怒焰席 谎卷恍如鬼神 孤独奉上 双手断刃 尽数插在阴谋家之身 一秋年之仇告终 风之人也专心交道两名徒弟 熊孩子黑衣被邪技影响 甚至到了敢对师父挥剑的程度 风之人毫不介意 更一心帮助黑衣脱离控制 然而邪技之后 黑衣又被魔刀荡月控制 魔流剑更被荡月锁断 斩断黑衣剑哨一臂 换回黑衣 也激励他断臂席剑的意志 风之人也从此换上全新配件 金子玲所住的四狂之一 绝代之狂 可是魔刀之后 黑衣又又因为妈妈进入鬼楼出世 风之人在确认黑衣的安全之后离开 然而邪恋宿敌刀鬼出现 也让风之人要求白衣退隐 对孤高见者而言 两名徒弟已是最后且最重要的羁绊 风之人等待开启鬼楼的时机 就在鬼楼开启之时 遭到幽如撞毁 任何妖魔鬼怪通通跑出来骤乱 甚至那个问题同学还表示 祖孙来对我呀 让那个可以坚韧训导主任的风之人 感受到黑衣被一群坏朋友带坏了 然后这个熊孩子又又又惹事了 奇怪怎么这么多又 心里飞呗 黑衣介绍惹到了阴阳师跟银狐 甚至还表明跟师父划清界限 风之人虽然痛心 但还是在暗处守护土地 风之人真的是世纪好师孙 被老师霸凌过的编辑表示羡慕 塞德之妖后 当初是为了保护黑衣才成为集园母体后 风之人迎来集体保护战 诸毒 旋盾 即便有天际援助 风之人依旧且战且走 风之人的准备 风之人hhhh 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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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划思紧 风之人 风之人 etc 屁肢溫溫 技術開始模仿 生命絕種了解 咱秋冬絕大疾風 勇時色情平衡 激勵呼吸中止 弄眼隨即再起 今夜影子已經失落 空啊 無悔萬年風景風 一天再笑 繼續工作 這件強尿回叉 眾人人影疾風 既然紅酒人心恨不動 啊 就在彈魂階級之時 退燃無所影響之時 如同有情報回削之籃 風陣此戰後也退營武林 主要是黑衣劍兆也不惹事了 所以風陣後續再出場 也不是雄孩子而事 而是雄孩子被壞人欺負 大人出來欺負回去 水 你 王秀前橋外 送我風艱 空生力救中 風艱 古初不勝行 在大丁聖 一生教練愛道門 好 好 好 你的名字叫我 有人的情緒頭緒 其間有位神舟安瑋與梵天共戰七天地 這邊可以去看推坑武器EP10 觀看精彩精華喔 則在九輪時期 封建塔 蘇寒珍雙方邀請 封鎮再踏江湖 同時戴上出去面具 化身赤封衣 給九輪天一點小小的苦境震撼 跟降為打擊 但怪孩子白衣 卻亡於鬼刃戲痕之手 風之仁為救難得出世的怪孩子 同時避免另一個熊孩子挺而走險 答應幽都交易 分為過去的魔遊劍與現今的風之痕 同時以風之痕之魂拯救白衣 而風之仁後續也與遞檢合作 為未來剷除幽都做下準備 這邊也能到武器特輯觀看 隨幽都事了 風之仁終也能再度 與兩個徒弟退以江湖 風之仁與異秋年一般 對徒弟分外愛惜 風之仁的劍分極端 如同外在與內心的極端對比 甚至在異秋年死後 也多有照顧異秋年之徒 落死傷 為人是值得信賴的如屍如婦 為劍是分立兩端的冷訓斥裂 即便那與異秋年的第三場比試 再也未盡 也不妨礙風之痕如果劍癖一般 是可經時間淬煉的一代劍鬆 而今天回顧完這些超強劍神 是不是還有哪些遺珠名單還沒上榜 下次劍神特輯 我們將搜集那些 胡子是他的專物 飄撇是我的態度 劍法超群的劍神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有哪些名單必須收入 或是今天哪位劍神最讓你印象深刻 而影片的最後 也感謝這些加入會員的牛頭大軍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頻道的話 現在也可以透過資訊欄的網址加入會員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Kevin 大家掰掰 關閉影片前 這些影片你都看了嗎 另外跟大家提醒 我們的Podcast已經挪到 聽你在那邊蓋的頻道囉 未來所有關於布袋系閒聊的Podcast 都會在這個頻道裡面呈現喔 我們會在每周日固定晚上8點更新 不定期會開啟首播與直播 歡迎觀眾朋友一起上線聊天 一起把我們所有的頻道訂閱起來 如果想抖內一起贊助我們的朋友 一樣歡迎透過超級感謝我是蓋文的頻道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Kevin 大家掰掰 來發言 你 我們 我們 我們